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东方圣人 那这一集呢我要来给大家讲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觉醒呢 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就想说 觉醒啊太难了 东方圣人啊 我还是不了解那个法义哦 那个真理真谛哦 那个真意哦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一集呢 因为已经快要过年了 快要过年了嘛 下礼拜就已经要过年了 所以呢 我就在过年前呢 都让大家都能够开悟觉醒了 这一集就要来为各位讲解一下 就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 很多人就会说啊 东方圣人啊 你看哦 我们修行的话 就是要断除什么欲望啊 那这样子断除我们的思想啊 这样用心感受才能够觉醒 才能够真正觉醒的一个法义哦 就那我在我们班上啊 我就去问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 就是那他们他们也有 有些人也是在研究这个修行觉醒了 然后反正呢 这一集就是我跟我同学的一个对话 那我的同学就跟我说 东方圣人啊 你看哦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觉醒解脱 吧啦吧啦吧啦 那他就讲给我听嘛 那他就说 那东方圣人 我们叫觉醒解脱 那我就跟他讲说啊 你看啊 你刚刚前面所讲的 这个觉醒解脱呢 如果说你要想要成佛的话 那么你就要断除所有的欲望思想 但这太难了 如果说 我老实说啊 我老实问你们 那个观众一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 我问你哦 如果说要你断除所有的欲望的话 那么你的心理会好受吗 当然不好受吗 因为呢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当然都是辛苦的嘛 所以我就说嘛 做任何的事情哦 开心就好了 像是有的同学可能就跟我说 哎呀 我们就是要体验人生啊 谈情说爱 我就说 好 我听从你这样讲解 我就说 你说的没错 我就说 只要你有开心就好 你如果开心的话 就尽管去做吧 反正呢 我是不会管你 所以说修行不一定说 真的要断除欲望 然后一定要打坐修行 因为这样子很难做到嘛 对不对 如果说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觉醒 但这个修行打坐 如果马上想要做到的话 那么就太走火入魔 所以说太走火入魔的话也不好 就说不用去管什么 有欲望或是无欲望 我们要在静中修行 我们也要在动中修行 所以这就是法义嘛 这就是无上的真理真理哦 这关键就在于说呢 你看哦 只要你开心就好 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 知足常乐 就只要我们的生活能够知足常乐哦 那么呢 我们就能够觉醒了哦 所以说重点就在于知足常乐嘛 就无论我是有钱人 或者是我是没有钱的人哦 但是我都懂得知足常乐 在这个我的环境 在我的生活里面 看到喜悦 看到美好的一方面哦 那这样子 我内心就从 从内心的去感受到这个喜悦 那么自然的就没有烦恼 也没有痛苦产生了 所以有的人想要刻苦修行 我说好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你就去做吧 那我都说有人说 他想要享受欲望 我说享受欲望 我没有说不行啊 因为我不会去拒绝你 去享受欲望的 我就说 如果说你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想要追求于喜欢的话 那么你就尽管去做吧 因为这是你尊重本心认识自我 就是说呢 我就告诉各位啊 如果说啊 当我们真正的专注自我 尊重本心认识自我的时候呢 那我们发挥我们自己的钱人 那重点就来了 问题就在于说呢 我就说啊 表面上跟你讲说 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做了 但是你真的去享受人生吗 你真的会想要享受人生吗 你真的觉得享受人生是好的吗 你相信享受人生这样的东西吗 所以我就说 所有的东西都要是尊重本心认识自我 不要盲目的活下去 你应该要真正专心用心的感受 然后就活下去 就是吧 假设说 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 对于勤奋精进修行者而言 目标就显得格外的近 就很快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呢 如果说对于这个贪婪 或者说贪婪 或者说疲倦的人来讲的话 那同样的一个路程 这个路途呢 就会显得特别的遥远 所以我就告诉各位说 你到底呢 是想要享受人生呢 还是说真正的专注在自己的道路上 然后达到这个目的呢 就是吧 你是因为执着于武欲 你是贪着于武欲 而不去修行的话 这并非是真正的尊重本心认识自我 因为呢 你是不得已的嘛 你是疲倦的 所以说 如果说你是疲倦 而放弃这个修行的这个道路 如果去延缓 去拖延这样的一个修行 去成功这样实现的一个道路的话 那其实这样就不是真正的一个 尊重本心认识自我呦 真正的尊重本心认识自我 应该是不受任何外界的威胁 也不会是不得已的 应该是说 真正的发自内心想要去做到的 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都想说 我想要享受人生 我说当然可以啊 这个无上哲理真谛 没有说你不能够享受人生 没有人这样告诉你哦 所以你要做什么东西哦 这样你开心 尊重本心做就对了 但是问题就在说啊 很多人呢 大部分呢 都不是这样子 很多人呢 追求幸福 就是追求那些体验人生哦 但是人生啊 有苦就有悲 所以都是苦悲相伴的哦 这时候呢 很多人就说 拜托有苦 这个有喜悦就会有悲相嘛 这是相对的一个概念哦 那那些人就说 这样是正常的 那我就说 这样是正常的 没有错啊 这个是真理 没有错 但是问题在于说 如果说你想要获得 真正的一个绝因解除的话 那么关键就在于说 一个寂静哦 当你寂寞 当你寂静的时候 当你内心平静的时候呢 那么这样的喜悦 就是跟你那样的一个喜悦不一样 这样的喜悦呢 它是跳脱所有的痛苦的 那么你就不会再有 你就不会再有这个 悲情交欢的一个情况发生了 就是这个时候呢 那么你的所有的 无上所有的潜能 就会发挥出来 那只有正面 完全没有任何的负面影响 那我们呢 不沉睡昏迷哦 那么不陷入其中 那么我们就已经跳脱 幻象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束缚 从而达到决心解除这个目的 这个一个真正的无上潜能 这个真正的地 应该在于说 人们的这个心灵的一个自由才对哦 那么呢 我们班上有些修行的人哦 假设我有遇到一个修行的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就跟我讲说 她认为啊 她认为她的观念是这样的 她就是说呢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时候呢 那么你自然就能够觉醒 那我就问她说 难道你不需要感受与实践吗 那那个女生就说 根本就不需要感受与实践啊 如果说你能够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假的话 那么你还会沉迷于贪嗔痴吗 那当然不会嘛 那个时候呢 虽然说她听起来很有道理哦 那么呢 我就问她一个问题哦 那我就用我的无上智慧去问她说 我就说啊 那么你说这一切是假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是真的 你说的东西是真的吗 那她就说是真的 那我就说 你真的相信 你真的打从心底相信 这个世界上说的东西是假的吗 那她说没有错 那我就说啊 难道没有任何的一个例外吗 那那个女生就说 一口咬定 她就非常的坚定 说当然没有任何的例外 那我就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包括你现在所讲的这句话 你现在的这个见解 以及逻辑思维也是假的吗 那时候那个女生就说 哎呀 这个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 那我就再进一步问她 我就说啊 难道人们不需要智慧吗 我说现眼觉醒 不需要智慧吗 那个女生就说 觉醒就是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说的都是假的啊 这个智慧的高低层度 根本无所谓 那我就跟那个女生说啊 如果说一个人 始终坚信着任何的原则 那么就会显得刻板而待致 那从而失去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自由 盲目的遵循这些成见 认为自己的信仰才是真理 那么对别类的事物 加以否定 那么此时 思想的自由就不复复存在 所以言下之意就在于说 人的这个思维是极其强大 它能够完全将你掌握 就倘若一个人被这样的一个执着 这样的一个执念所束不住的话 那么有真理之门就永远不会打开 就说啊 这会是重要的 而且觉醒的关键在于说实践 而如何实践呢 就像是说呢 据理来讲的话 就像是说呢 我的这个觉醒之道 就像是一条小船 难道小船渡到对岸之后呢 还要将船点在头上带走吗 真的真理哦 都是超越这些东西哦 除了超越这些表面上的这些幻想 还有要超越自己 知见上的一个障碍 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 获得觉醒解脱的一个真理真谛 什么叫实践呢 就真的非常的专注的 活在每个生活的当下嘛 像很多人就说 他们想要体验人生 我说体验人生当然可以啊 但是呢 我说你要真的确定说 你要真的是喜欢 发自内心的喜欢体验人生 而且专注的活在当下 那你当你专注的活在当下 活在每个人生的时刻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充满着喜悦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能够获得真正的一个真理啊 那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觉醒 这样子呢 我们就不会迷思迷恋 与执着 跟束缚在这个幻想之中里面 那么此时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尊重本性 认识自我 找回自我 然后呢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从而在生活中 真正的做到这个真实的一个自我 然后呢 发挥自我的一个真理 有真的到无上真理前呢 还有智慧 那么这一集就讲到这位 讲到这边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拜拜